第741章杜结,从这一刻开始 在听了唐三的计划之后 他才觉得有那么一线可能成功 又怎敢不和唐三积极配合呢 但反过来说,雷杰越是恐怖 一日杜结成功之后 带来的好处也必然是巨大的 晶晶走到唐三身边 就在他身旁盘膝坐下 向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唐三双眼微眯 身体缓缓飘浮而起 在天堂花的花心之上站起身来 他深吸口气 全身的气息随之鼓荡起来 体内的九大血脉经过刚才这段时间的交融 已经彻底处于平衡状态 自身开始飞速地升华 屋头上,黄金三叉戟的光纹重新浮现出来 在这一刻,唐三的气息开始蜕变 他的神识与黄金三叉戟的烙印相互融合 感应着黄金三叉戟的气息 双眸开始变得越发明亮起来 阵阵犹如泛唱一般的海浪波动声在他身边响起 强烈的光芒开始迅速地升腾 巨大的金色光影映衬在他背后 唐三瞬间目光如电 向空中凝望 顿时 轰的一声巨响从天堂花上爆发而出 巨大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 直冲云霄 不远处的天狐大妖黄 只觉得一股惊天一直爆发 整个地狱花园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花朵开始迅速地空尾 所有的气韵似乎都在朝着那道金色的光柱凝聚而去 他脸色大变得同时也是不敢怠慢 也好奇正版更新哪加快 然后在微信搜索了阿姐学堂 果然他最快 摇身一晃 已经现出圆形 化为一只身长超过百米的九尾天狐 每一根护卫更是都有着超过三百米的长度 九尾横空 遮天蔽日 散发出大量的气韵注入地狱花园之中 稳定着未灭 地狱花园绝不能破碎 否则的话 对于天狐族来说就是毁灭性的灾难 祖庭 天狐圣山 原本已经收敛的金光骤人再次强烈起来 不仅如此 天狐圣山本体还散发出白色的光芒 但那白光却像是向内塌陷似的 朝着内部涌入 一道金色光柱毫无预兆地冲天而起 瞬间冲向高空 刚刚再次抵挡过一次雷劫的皇者们几乎是下意识的全都散开 而下一瞬 那金色光柱就已经冲入了劫云之中 漆黑如墨的劫云瞬间被点亮 换为了暗金色的云朵 所有的紫色在这一刻竟是全部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 是一道道巨大的金色雷霆 那仿佛充斥着整个微面怒火的金色雷霆 中空中各自释放出自己强大的力量 形成一个圆环 空猛龙巨大的金色雷霆从天而降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轻压而下 众位皇者身上各自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恐怖的气息纵横交错 将那些金色雷霆都为拢在一定的范畴内 然后再向内挤压 最终化为一道粗如水缸的金色光柱 直奔天湖圣山生藤而起的金光方向灌入 天堂花上 堂三脸色肃然 他所有精神力都已经在朝着神石的方向转化着 他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天结的变化 最初的天结都已经被外面的皇者抵挡过了 但是 这金色的雷结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结 这样的天结 皇者都无法抵挡 他能抵挡得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未面想要毁灭他 自然是要一击必杀 根本不会给他机会 但就在这时 堂三身前 黑白光运闪烁 黑白轮转 阴阳二气升腾 晶莹剔透的蓝银黄就在那阴阳二气之中诞生出来 叶片上 那一滴混沌之水轻轻地摇曳着 堂三抬手轻弹 那一滴混沌之水顿时升空而起 飘向他的头顶上方 地狱花园内 当天湖大妖黄感受到那一到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结穿透了空间 直接降临的时候 眼神中顿时流露出了绝望之色 他也不知道水晶大妖黄究竟做了什么 竟然引来了未面如此狂暴的天结 但是 地狱花园的强度 就算是有他守护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抵挡得住这样天结啊 危机之中 他只能是用气韵之力守护住自己以及身边的美公子 更大了眼睛看着 水晶大妖黄是如何应对的 他现在心头唯一的期望就是水晶大妖黄不会无缘无故的找死 越是他们这种活了悠久岁月的存在 越是怕死才对 恐怖的雷霆从天而降 剧烈的轰鸣声令天地震颤 但是 就在那巨大的金色雷霆光柱降临到天堂花上方百米的时候 奇异的一幕突然出现了 那巨大的金色光柱居然凝制了一瞬间 原本那毁天灭地的气息居然就那么突兀的停顿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妈妈打孩子 高高举起的手掌狠狠落下 却在接近孩子臀部的时候又变得轻柔了似的 然后 那满天的雷霆突然炸裂 那为无数细碎的金色电芒从天而降 席卷而至 唐三身上瞬间迸发出璀璨的金光 金蒙变附体 在阴阳二气的加持下 瞬间化为金色甲昼将自己严严实实地保护在内 那无数电光瞬间缭绕在他身上 令他全身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哪怕这九天实地大破灭 燕神节已经破碎了 但其毁灭性的威能还是如此的恐怖 唐三自身气血已经运转到了极致 还是清晰地感受到来自于身体和神石那种撕心裂肺般的剧痛 他的面部肌肉都因此有些扭曲了 但此时此刻他的眼神却依旧是坚定的 晶晶就在他身边 所以能够清晰地看到唐三身上的变化 他这道身影只是虚影而已 只是投影出来的 真正的他此时还在唐三体内 是他丹田烙印的一份子 所以他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恐怖雷霆带来的痛苦有多么剧烈 就连他都有些承受不住仿佛要崩溃一般的感觉 可唐三却是隐生生地扛了下来 他也清晰地看到了更新 也好奇正版更新哪加快 微信搜索阿姐学堂 他最快 那一滴透明如同水滴一般的液体 就那么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先前那恐怖无比的雷霆 正是在即将接近到这一滴混沌之气的时候才出现了溃散的 混沌之气 乃是一个微面在诞生时所产生的本源 一旦这一点本源被摧毁 那就相当于动摇了整个微面的根本 无论现在法兰星的微面之主潜意识里多么憎恨唐三 想要将他毁灭 那也绝不会想要毁掉自己的混沌之气啊 虽然这一滴混沌之气现在已经是唐三的了 但只要他还在这个微面 还在这颗星球上 混沌之气作为本源的意义就还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在发现了阴阳二气之后 一直执着地想办法凝聚 务必要形成这个超级血脉的原因 没有这一点混沌之气 他根本就没可能不结 连一丝成功的可能都没有 第742章底牌开仙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面旁上 唐三脸上流露出几分执着的光彩 身上的剧痛正在宛如流水一般退去 而他身上金萌变所化的甲咒 却是如同金粉一般在空中飞散 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结 确实是太恐怖了 那是能够湮灭一切的存在 就算是超级血脉也依旧无法抵挡 依旧只能在他恐怖的微能下破碎 但是这一击终究还是扛了下来 破碎的只是金萌变的甲咒 一击唐三全身所有的毛发 此时的他全身光扑托的 肌肤表面更是纵横交错着 无数道焦黑的痕迹 还有众多军裂的痕迹 仿佛下一顺身体就要彻底破碎了似的 可与此同时 他体内也有淡淡的金色光运向外透出 背后的海神虚影在之前九天十地大破灭 燕神节降临的时候已经破碎 但此时却正在重新凝聚起来 并且比之前更加凝实 只是一道雷霆的洗礼 就让唐三有种脱胎换补的感觉 精神之海内在无精神力 剩余的只有神时 就连与海神三差几的感应 似乎都变得清晰了几分 他本来不需要用身体去硬扛的 还有其他办法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去抵挡 但他就是选择了直接接受雷杰的洗礼 就是要让自己尽快的去蜕变 蜕变得越早 抵挡后面雷霆的底蕴也就越是充足一些 晶晶的身躯也是虚幻之后又重新凝食 剧烈的痛苦令他的面部也是扭曲着的 但他却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此时唐三那剧烈的变化 原本如同熔炉一般的气血波动 在这一瞬竟是已经开始向内塌缩 仿佛在他的身体之中有一个黑洞式的 吞噬的不只是那雷杰残存的力量 也有这地狱花园之中的气韵以及所有属性的能量 蜕变 这是完完全全的蜕变 闻所未闻的杜结蜕变啊 这个家伙 真的是 晶晶此时不禁想起唐三对他的承诺 水晶脸下 你可知道 在这个未面的局限性实在是太小 而你的寿源又已经接近尽头 当我杜结成功之后 我相信你一定会想办法彻底侵占我 但是 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哪怕是你重新成为水晶大妖黄 也依旧无法脱离这个未面的限制 唯有选择真正与我合作 当我重新找回曾经的力量时 不属于这个未面的我将会选择离开 而那时候因为我的力量 你也将突破极限 会被这个未面所不容 我可以带你返回到我的世界去 带你在神界之中真不死不灭 而且不会任何形式的限制你自由 这是我给你的承诺 是否选择在你 如果非要和我较量一番 尝试侵占我的身体 那么你也可以试试 但这些都要等到我们成功度结之后再说 但我相信 度结之后 你一定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因为唐三也关注了微信公众号阿姐学堂 毕竟这个更新的最快 言由在尔 此时的水晶大妖黄才有些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他其实当时是在告诉自己 当自己感受到他真正强大的时候 会打消与他作对的念头 这个家伙真的是对自己信心十足啊 但是他也确实是有自己的底气 水晶大妖黄明明活了三千年 可在唐三面前的时候 却总是无法产生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哪怕不是黄者了 但他也是黄者心态才对 而此时外面的天狐大妖黄 在刚刚雷霆降临时的心惊胆战之后 才刚刚长出了口气 地狱花园没事 那恐怖的雷霆破碎之后 最强的毁灭力其实是溃散了的 溃散之后的力量全都涌入了天堂花之中 天堂花内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 但至少那雷霆的力量逐渐消失了 虽然对地狱花园产生了一定的震荡 但至少没有毁掉地狱花园 看来 水晶大妖黄中究还是不想毁掉地狱花园的 只要他不是故意去毁坏 那么一切就都还有机会 但是就在他心中刚产生出这样的念头时 外面却又是一声剧烈的轰鸣声 整个天空之中的结云就像是被进一步激怒了似 那瞬间爆发出的刺目金光就像是太阳已经降临在了祖庭上空一般 让众位皇者都有些骇然失色的感觉 刚刚那么强盛的一道雷霆落下 天湖圣山内部竟然没有出现大爆炸 似乎就那么将雷霆吞噬了似的 他们还在奇怪 但下一瞬 更加恐怖的雷霆却已经再次降临 疯狂地轰击而来 众位皇者不得不打起精神 快速联手 再次将这些雷霆迅速凝聚向中央 朝着天湖圣山方向引导了下去 你不是能承受吗 那就继续吧 这就是唐三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渡劫的原因 他就是要借助众多皇者的力量 坏了在别的地方 哪怕他已经有混沌之气狐身 但这漫天的雷霆疯狂的攻击 混沌之气只有一滴 也不可能护得住他全部的周全 被九天十地大破灭 燕神节直接命中 瞬间就灰飞烟灭了 而在这里 皇者们在收束雷霆的时候 其实就相当于一定程度的 帮他化解了雷霆的一部分力气 再加上全部凝聚之后 雷霆的威能虽然被增强了 但攻击范围却局限于头顶之上 这才使得混沌之气的作用达到了最大化 从而让唐三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 比刚才更加明亮的金色雷霆从天而降 再次降临在唐三头顶上方 混沌之气的作用依然存在 只要这是属于法兰星卫面的力量 就绝不会去攻击混沌之气 这是规则 是潜意识 所谓的卫面之主 在绝大多数卫面 其实本来就是卫面的潜意识 这股潜意识会为了卫面本身趋吉避凶 雷霆再次凝制 紧接着就迅速溃散 化为无数细碎的电芒再次朝着唐三轰击而下 这一次 金蒙变已经无法再凝聚了 刚刚崩溃的甲州令金蒙变血脉烙印正在吸收雷霆之力 已然沉寂 但在这个时候 唐三九大烙印之中 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却是亮了起来 周围的一切骤然变得缓慢下来 那一道道细碎的雷霆 就像是无数金色光丝一般 就那么在唐三的身体周围凝制下来 时光变 是的 来自于时光乐的血脉之力时光变 也是唐三唯一的一个二级血脉 但此时这个二级血脉似乎已经不再是二级血脉那么简单 因为 引动它的 正在与它融合的 正是唐三的神器时空之塔 时光变烙印与时空之塔的气息融为一体 操控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 那么多强大的雷霆电芒 此时却是化为丝丝缕缕 一点点的刺入唐三的身体之中 能够清晰的看到 每一道雷霆钻入唐三身体的时候 他的身体都会变得明亮 并且剧烈的颤抖 焦黑出现 肌肤崩溃 但是下一瞬 他身体的强大修复能力也在不断的修复着身体的破损 随即他便也关注了微信公众号阿解学堂 毕竟这个更新的最快 在时光变的控制下 雷霆一点点的不断施加在他身上 而他自身的修复能力却在时光变的作用下 极大程度的加快着 就是在这破灭和修复的过程中 接受着雷杰的洗礼 第743章神级蜕变 这一幕的变化 绝对是奇异而壮观的 唐三将时空之塔对于时空的操控展现到了极致 但是这一点 就让一直在旁边观察着的水晶大妖皇获益匪浅 地狱花园之中 天狐大妖皇和美公子也感受到了奇异的变化 在他们的感知之中 天堂花上的一切仿佛都变得迟缓了下来似的 可是 外界的一切却都是正常的 天堂花上的迟缓和外界的正常时间流速已忽又是融合着的 明明一切都在很快的过去 可天堂花上的一切却就像是缓慢度过了已的 那种思维上的时空变化都让他们有种极为别扭却又本该如此的感觉 天狐大妖皇的脸色微微变化 这个正在杜劫的 他可以肯定并不是水晶大妖皇 因为奇异不对 可是 不是水晶大妖皇又是谁呢 这奇异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化 是水晶大妖皇能够做到的吗 他认识水晶大妖皇上千年的时间了 对于水晶大妖皇的能力是进行过深刻研究的 所以 他很清楚水晶大妖皇的能力缺陷在什么地方 虽然他能够复制几乎所有的能力 但有一些东西还是处于禁区的 譬如自己掌控气韵的能力 他能规避却不能真正掌控 又或者是时间 空间这种关系到宇宙真谛的能力也是如此 他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掌控 只是单纯的复制 却不能领悟其中真正的奥义 毕竟 龙力有时尽 他并不是真的无所不能 但此时这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很明显不是简单的复制就能够做到的 难道说 闭关这么多年以来 他多了对时间与空间的领悟和掌控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他就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之前他说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支持的这个后背杜劫之后 就能解决他的寿源问题 对于他们这些黄者来说 过了一千岁之后 就已经开始尝试着用各种办法来解决自己寿源的问题了 但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能够活到三千岁 水晶大妖黄无疑是已经将能用的方式全都用过了 那么 这次杜劫是什么呢 突然之间 天狐大妖黄骤然瞳孔收缩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重生 他想要重生吗 依托于这个正在杜劫的家伙 唯有如此 才能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了 他是辅助自己的后背成就超级血脉 然后再侵占了新的身体 让自己的神识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下来 甚至眼前的杜劫都很有可能是他们融合的过程 天才 他真的是个天才啊 一定是这样的 难怪他刚才没有对自己动手 天狐大妖黄当然没有像之前水晶大妖黄说的那样为他施加气韵辅助 他只是在冷眼旁观 此时他已经想通了 如果如同自己猜测那样 那么 刚才在自己面前的水晶大妖黄一定是瑟莉内人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战斗力 却是将自己威慑住了 而此时此刻 他却已经是投鼠机器根本就不敢动了 因为现在唯有天堂花上存在用不知名的方法来承受雷劫 一旦自己此时出手 影响了杜劫 那雷霆轰入地狱花园之中 地狱花园必然破灭 也会连锁反应的导致整个天狐族都遭受到巨大的反噬 在这一刻 天狐大妖黄甚至有种心悦臣服的感觉 江果然还是老的辣啊 自己算计多年 可是和这位水晶大妖黄相比 似乎是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这位如果这次真的成功了 那么他未来是不是就不再受到未面的限制 成为更加强大的存在呢 甚至他也是打算建立神界 各种分杂的念头不断地在天狐大妖黄脑海之中闪过 而此时天堂花之上 那个真正在肚结的人 却正在经历着身体最为痛苦的考验 津津甚至都看到唐三的腹腔被一道较为强大的雷结破开 内脏破碎 焦黑 然后再重新恢复 生长 这样的过程虽然被放慢了能够让唐三承受的更容易 但毫无疑问痛苦承受的时间也会更长啊 可是 在他面前的唐三 只是面部肌肉不断地出现扭曲 可他的眼神确实始终都坚定着的 他一直看着一个方向 仿佛在那个方向就有着让他坚定下来的理由似的 终于 最后一缕雷霆也随之侵入唐三的身体消失 他整个人也仿佛经过了破灭到重组的一次完整过程 只不过这个过程因为分解成为了很多步骤 所以 他的身体一直都没有真正的破灭过 今生让他又经历了一次蛻变 又变得和之前不一样 整个人身上仿佛都多了一层金色的光膜 其实 到这一刻为止 唐三就已经完成了由人道神级的蛻变 真正跨入了神级 不过两道雷霆而已 但这样的两道雷霆 换作任何存在 都是不可能承受得住的 轰猛龙 没有结束 九天十地大破灭 阉神结以乎才刚刚真正的开始 漫天的雷云绽放着金色的光彩 刚刚那一幕在天堂花上发生得很慢 但在外界却是很快 只是虚余之间 就又是一大片雷霆轰击而下 在皇者们的收束之下 再次降临 混沌之水轻轻的震颤着 让那恐怖的雷霆之柱再次破碎 但这一次的雷霆比上一次更加强大 哪怕是破碎之后 那一道道雷霆也宛如电蛇一般疯狂肆虐的冲向唐三的身体 他身体表面刚刚形成的金色光膜几乎是瞬间就破碎了 但也就在这一刻 唐三身体周围出现了一扇扇光门 金色的光门 时空之塔更是迸发出璀璨的银色光芒 但也就在这一刻 唐三身体周围出现了一扇扇光门 金色的光门 时空之塔更是进发出璀璨的银色光芒 如果说刚刚是时间的操控 那么 这一次就是空间的变化 那无数空间之门不断地出现 泯灭 又出现 又泯灭 竟是凭借着空间之力 在不惜自身破灭的情况下 将那降落的雷霆又分成了数十份 然后再冲入到唐三的身体之中 唐三的身体不断地被破坏 又不断地充足 时空之塔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作用 时间迟缓 与外界保持着不同步的状况 让内部的唐三又更长的时间去化解雷结的毁灭之力 而空间则是在不断地分割 让他在承受雷结的过程中能够每次只是承受一部分 从而让自己在抵挡上变得更加容易 金睛眯着眼睛 同样感受着来自于丹田内带来的痛苦 来自于水晶耀印承受的冲击 他此时依旧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感觉 这个家伙 在杜结这样的过程中竟然如同袍丁解牛一般 居然把雷结能够产生出这么多的变化 天才 这是真正的天才啊 他对于时空的理解 绝对超越了这个未面的任何存在 这也让金睛心中由衷地产生出了敬佩之情 在刚刚承受雷结的过程中 唐三已经分别动用了金蒙变 孔雀变 时光变 再加上时光之塔 可以说 每一次都是显之又显 在让自己承受了雷结洗礼并且产生质变的过程中 也没有被雷结真正的重创 第744张未面的惊讶 三道雷结下来 他整个人的气质也开始出现着变化 尤其是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符纹开始变得越发的明亮了 空猛龙 第四道雷霆又来了 根本就不给他有任何缓口气的机会 而祖庭之上的杰云也没有因为唐三抵挡住了几次雷结之后有所减弱 反而是再变得越来越强 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结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不将唐三毁灭 雷霆就不会停歇 这是整个未面的轻压 金灿灿的雷霆又一次降临 在感应到混沌之气后 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结对于唐三的敌意变得更加强烈了 只有将他毁灭 混沌之气才会回归未面本源 这一次雷霆的毁灭气息更加恐怖 猎蛇肆虐 就连时空之塔对于时间的掌控似乎都已经开始失效了 雷霆更快的冲向唐三 空间的隔绝效果也随之减弱 更多的是空间的破灭 分割的效果也变得弱了许多 唐三的身体开始在破碎与重组之中不断的变化 比之前更加的惨烈 但是在他体内 阴阳二气开始轮转 不断的绞杀着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节的毁灭之力 也只有微信公众号阿姐学堂 才能更新的这么快 阴阳二气这种天地初开始的极致能量 才能与这回天灭地的威能抗衡 阴阳轮轮 蓝银黄不断的带给唐三新生的力量 生命的气息让他不断地完成着身体的重组 第四道雷霆又一次扛了过去 经历了四道雷霆的洗礼之后 唐三的身体又有了全新的变化 当这次雷霆在撕开他的肌肤时 晶晶隐约看到 他的肌肉骨骼筋络 甚至是内脏 都已经开始朝着金色在变化 唐三的身体就像是在被雷结淬炼着似的 每一道雷结 都能让他完成一次蜕变 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的恐怖 作用在他身上却反而如同成为了他的助力似的 晶晶不知道的是 唐三此时所运转的功法 乃是他前世有一个叫本体宗的宗门 专门修炼体魄的 其中最高境界就叫做无漏金身 无漏金身炼成有不死不灭之说 当然不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但却绝对是最为强悍的炼体之法 本体宗本来只是神级以下的能力 但在唐三这里 经过了他这位一代神王的改善 已经能够真正作用在神级层面 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就像是在帮助他不断的修炼提升似的 前提是 他要能够抵挡的助雷结的破坏力 不至于真的死去才行 在这个时候 唐三脸上扭曲表情似乎平缓许多 似乎痛苦减少了似的 或者说是他已经逐渐适应了痛苦 第五道雷霆接踵而至 而这一次 唐三的身体直接有半边就被冲击的破碎了 关键时刻 唐三体内 一道鸿芒亮起 又是一个血脉烙印绽放光芒 正是唐三在杜劫之前最后融入的那个血脉烙印 也是他的第九血脉烙印 唐三在攀登水晶圣山之前 已经去过四座圣山了 在这四座圣山之中 包括剑圣大妖黄的剑圣公 也包括了天阳天金黄和地阴天金黄的两座圣山 那么第四座圣山是什么呢 正是勇士焚天不死大妖黄的不死圣山 是的 他融入的第九种血脉烙印 正是不死火凤一脉 此时此刻 当那红光涌动的时候 唐三全身已经被一簇赤红色的火焰所包覆 不死火凤天赋技能 欲火重生 不死不灭 凤凰念盘 乃是妖怪族最强大的能力之一 唐三的身体依旧被雷霆不断的摧毁着 但他的自愈能力在念盘重生的加入下 恢复的速度大大的提升了 这就是唐三的另一张底牌 这个血脉烙印也是他早就已经计划好了的 没有什么比涅槃重生更能让他持久力增强的 从始至终 唐三都关注了微信公众号阿姐学堂 天天在这里看更新 唐三都不认为自己能够把九天十地大破灭阴神节扛过去 除非是他能够一直坚持到在这雷节的淬炼下自己重回神亡层次 让这个未面都对他自己没办法 但这是不可能的 毕竟他的底牌再多 也有用尽的时候 而这个过程根本没有办法提升的那么多 但是他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尽可能的多承受一些九天十地大破灭阴神节 这玩意虽然随时都要命 但承受的越多吸收的越多 对他的好处就越大 简单来说 一到雷霆承受下来 就能够相当于几年的苦修了 这还是神级之后 而且九天十地大破灭阴神节之中所蕴含的毁灭属性 足以媲美神界的毁灭之力 这玩意可是神王层次才能掌控的特殊属性 能够在这个阶段就拥有 可要比美公子的金煞节金煞之力更可贵的多 是未来唐三的压箱底手段之一了 五到雷霆过去 唐三此时无漏金身已经修炼成功 凭借着无漏金身加上凤凰涅槃 他再次扛住了第六道雷节 但这一次 他的身体除了头颅之外 几乎是全部湮灭在了雷霆之下 如果不是涅槃重生 恐怕就是真的死了 在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 唐三不可能全部身体都破灭之后还能重生 这可是雷节 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相当于被上天审判之后的死去 一旦身体完全破灭 那可就是真的死了 六次雷节 到了这个时候 也已经让唐三的大部分底牌都用出来了 但在这时 第七道雷霆已经又来了 而且又要更强大了一层 唐三头顶上方 一只树眼徐徐浮现而出 黑白分明的眼瞳之中 望射出黑白色的光韵 将下方的唐三笼罩在内 正是灵犀天眼 作为在超级血脉出现之前 唐三的最强血脉烙印 在来到天堂花园之后 唐三已经将他也提升到了九阶巅峰 现在也相当于是跟随着他的进化 而进入到了十阶 一抹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唐三的面庞上 一旁的晶晶看到他脸上的笑容 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个时候这家伙竟然还笑得出来 而也就在这时 之前在唐三身边的莲子突然升起一颗 就那么被灵犀天眼吞噬 融入到了灵犀天眼之中 第七道雷霆降临 当他在混沌之水面前破碎之后 下一瞬就被一层 黑白色的光韵整体阻挡住了 这黑白色的光韵当然是唐三的极凶两极领域 这掌控气韵的领域当然不可能抵挡雷杰 但却如同绿网一般过滤了一边雷杰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当这雷霆在经历了吉凶两极领域的过滤之后 竟然变得温和了许多 领域内有一层气息似乎融入到了雷杰内部 让雷杰的暴力变成了迟钝 似乎是在犹疑不定什么似的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来极其凶猛的第七道雷霆分散之后降临在唐三身上 经历了六道雷杰洗礼之后 本来身体就强悍异常的唐三 这次抵挡下来虽然依旧是变体鳞伤 但身体确实连破碎都没有 比抵挡前面两道雷杰居然轻松了不少似的 但是这一道雷杰抵挡下来 整个天狐圣山的光芒都暗淡了几分 天狐大妖黄更是脸色大变 他高声怒吼着水晶不能啊 第745章给未面的馈赠 水晶大妖黄此时也是一脸的呆滞 这家伙是在干什么 他因为就在唐三身边 所以感受的最为真切啊 唐三那是在做什么啊 莲子之中凝聚着的是天狐足不知道多少年以来凝聚的星球气韵 也是法兰星上最为纯粹的气韵 没有反面的那种 此时唐三用自己的灵溪天眼融合这份气韵 去阻挡雷杰的时候 被雷杰披中的这部分气韵自然就融入雷杰之中 然后再溃散于天地之间 相当于是被未面收回了 唐三现在的做法 竟然像是在贿赂法兰星未面 所以刚刚这一道雷霆就那么变得柔和了许多 似乎是未面十分受用式的 这也行 在刚刚来到天堂花的时候 唐三就已经竖清楚了 这一次天堂花之中的莲子一共有18颗 他前面之所以不这样做 是为了不让天狐大妖黄狗急跳墙 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更真切的承受更强大的雷霆 从而完成对自己身体的洗礼 但眼看着身体就要抵挡不住了 这一招自然就要拿出来了 赶紧去微信搜索关注了阿姐学堂公众号 更新快多了 被贿赂了之后的九天实地大破灭 阴神杰果然容易抵挡得多了 当然雷杰想要毁灭唐三的初衷不改 但这种气韵的贿赂对于未面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 正如之前水晶大妖黄所说的那样 天狐族不断凝聚气韵在天狐圣山 对妖怪族和金怪族以及妖精大陆当然很好 但却对整个未面的平衡非常的不利 此时还回去一些气韵 还是最为纯粹的那种 当然是未面所喜欢的了 而此时的雷霆 已经强大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 天狐大妖黄现在想要阻止也不可能 因为一旦阻止唐三渡截 那么雷霆落下 整个天堂花都要毁掉 就不是毁掉一颗莲子那么简单了 第八道雷霆再次降临 外面的皇者们此时突然有种诡异的感觉 那就是从天而降的雷霆竟是自行向中心凝聚 都不太需要消耗他们更多的力量去向内压缩了 但是这种自行凝聚的雷劫 微能却更加恐怖 因为没有经过与他们对抗过程的消耗 就像是雷霆本身就有思想似的 此时的皇者们甚至都有些麻木了 他们也无法想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引来这样的天结 甚至不觉得这是有什么生物在镀截 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啊 第八道雷霆降临 唐三毫不犹豫的再次用灵溪天眼吸收了一枚莲子 让莲子破碎气运归还 果然依旧有用雷霆在破碎的过程中变得温和 甚至连时空之塔对他的时间空间掌控也都重新起了作用似的 让唐三在承受过程中变得容易了不少 晶晶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雷杰在鼓励唐三继续这样做吗 这也行 而这样的变化都在唐三的意料之中 紧接着每当一道恐怖的雷杰降临的时候 唐三都会破开一枚幸运莲子来回馈气运 所以雷杰虽然一道比一道更强 但他却像是在自己想办法似的 不断通过各种变化让唐三能够承受得住 次又次被唐三抵挡 但伴随着气运的回归 外面的天狐圣山却在缩小 甚至使他缩 18枚莲子 那是天狐族的本源啊 天狐大妖黄也尝试着想要阻挡 但是当他想要阻挡的时候 原本批向唐三的雷杰 却有转向的趋势 要转向向他攻击似的 这让天狐大妖黄投鼠忌气 也不敢去阻挡 当第十六道雷杰降临的时候 整个地狱花园都已经被溃散开来的雷霆 完全映照成了金色 恐怖的雷霆 一道接一道的轰向唐 而此时的唐三 全身都变成了晶莹剔透的金色 承载着雷霆轰击的过程中 每一次他的神识都会随之拔生 结 十六道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结下来 他的境界已经到了妖王巅峰的程度 自身的气息更是极其的恐怖 付出的代价就是九枚幸运莲子 要知道 这一枚莲子 就需要天狐大妖黄引动整个卫面的幸运之力凝聚百年 才能在化解了厄运的情况下 把这纯粹的幸运留存下来 哪怕是天狐大妖黄平时自己修炼的时候 也只是借用莲子辅助修炼 而不是直接吸收 十八枚更是已经达到了上限 而唐三却是把天狐大妖黄近千年的辛苦 在短暂时间内全部还给了卫面 从而让自己的修为只是从初入神级 到了十阶巅左右的境界 这让外面的天狐大妖黄已经吐过一次血了 第十七道天劫如约而至 恐怖的雷霆张牙舞爪 在钻入了地狱花园之后 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将地狱花园盛满 面对混沌之气候 虽然纷纷溃散 但溃散之后的那一道道金色雷霆 都要比唐三承受的地道雷劫更加恐怖 只不过他们却没有直接轰击向唐三 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他们等待的 当然是唐三再次释放气韵出来 能够再有气韵回归未免 但是 这一次 唐三却没有再让幸运莲子破碎 而是右手虚空抓握 额头上金光大放 海神三插几符文绽放出无比璀璨的光彩 一股难以形容的神圣感衬脱下 此时的他仿佛已经变得无限高大 晶晶自身的投影一直都在唐三身边 他完整地经历了整个渡截的过程 亲眼看着唐三在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的一次次洗礼下蛻变 内心的震撼简直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 他自己就是最强大的皇者 当年他在渡截的时候 也因为天赋卓绝而动静巨大 可是 和眼前这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来比 简直就是太小而科了 哪怕是第一道雷杰降临的时候 他都能感觉到绝不是曾经的自己所能抵挡的 更不用说后面一道强盛道的恐怖天节了 而在整个过程中 唐三却始终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心态 他那坚定的眼神就从来没有因为雷杰的增强而动摇过 仅仅是这一点 就让晶晶内心充满震撼 很显然 他是早有准备的 这所有的一切似乎本来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可是 这么强大而恐怖的天节是能够预料的吗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是不断的颠覆着他的认知 每一道雷杰降临 唐三都会有各种方法来抵挡 从最初的金蒙变 到之后的时空之塔配合时光变 再到孔雀变的加入阴阳二气的承受 最奇异的还是那混沌之气的存在 微信号更新全13册 如果没有那一滴混沌之气 就算是100个唐三恐怕都已经被天地伪力给批死了 可是 他就是如此的坚强 一次又一次的抵挡住了恐怖雷杰的洗礼 在雷杰之中活下来 更让他有些无法理解的是 唐三竟然没有直接吸收那些莲子之中的纯粹幸运 而是将这些幸运之力直接交给了天杰 让幸运在天杰之中溃散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雷霆之中也带有一定的幸运之力 会被唐三自身吸收 但这肯定要比正常情况下 他自己直接吸收要差得多 晶晶相信 如果自身直接吸收的话 唐三凭借着瞬间暴涨的幸运 应该也能抵挡天杰 但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将幸运归还于未免 让雷杰的态度变得暧昧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第746章和海乾坤 海神知己 但也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做法 唐三持续扛住了雷杰的侵袭 不断的吸收着更强雷杰之中的力量 来壮大自身 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强 在那九天实地大破灭燕神节的淬炼之下 此时他的身体强度已经极其恐怖 修为更是迅速暴增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能够将雷杰之中最精华的力量 吸收进入自己的身体 然后同时增强自身的所有能力 也包括晶晶的水晶变烙印 水晶变当然只能吸收整体好处的一部分 可就是这一部分带来的蜕变 都让晶晶感觉到自己此时的状态 已经远超了当年自己度劫时候的状况了 并不是说修为提升的比那时候高多少 最重要的是潜能 是自身被雷杰淬炼的程度 而这也才是最为珍贵的 唐三也更多的是将雷杰用在了这方面 而不是提升自己的修为 否则的话他就不是十阶巅峰了 就算进入十一阶也不在话下 可是 虽然他的持续变强 但那雷杰变强的速度却更快 外面的皇者们都已经明显有些抵挡不住 这恐怖如斯的天地伪力了 以至于整个地狱花园内都已经被那恐怖的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所覆盖 现在的天狐大妖黄别说是影响唐三度节了 就算是自保都要小心翼翼的 而这充满了小微面的雷杰 也似乎是充满了威胁感与恶意 但只要唐三不断的用幸运莲子来争取时间 他们也不急于将唐三毁灭 可是 幸运莲子终究是有数的啊 共只有十八颗等到十八颗全都用完了 那么也就相当于祖庭的气韵全部被散去了 那时候唐三也必将被淹没于雷杰之中 所以他用幸运莲子去喂养天杰 简直就是饮阵止渴 晶晶内心充满了焦急 可他又偏偏无计可施 只能眼看着唐三在不断的抵挡 唯一让他心中还有些安慰的就是唐三的从容不破了 从始至终唐三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 始终都在按部就班的去度节 依旧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那种感觉 而此时此刻 当唐三消耗了九枚幸运莲子却突然停下来不再调动莲子的时候 晶晶的心都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 这家伙要干什么 要死了吗 而也就在这时 唐三额头上 金色的黄金三叉戟符纹亮起了璀璨的棺材 哪怕是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节的金色雷霆 都无法遮盖住那黄金三叉戟的光芒 唐三背后的海神虚影也随之凝视起来 瞬间与他的身体融合为一 比金萌变更加规律不知道多少倍的金色甲胄瞬间覆盖全身 水蓝色的长发生长而出 一直顺着唐三脑后下垂到腰间 一股难以形容的神圣气息随之出现 唐三右手虚空抓握 璀璨黄金三叉戟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与此同时 一层蔚蓝色的光罩骤然从他额头为中心进发而出 将他身体完全笼罩在内 暴躁的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节已经席卷而来 但当他们接触到那蔚蓝色光罩时 却都化为细碎的电芒才缓缓侵入 更多的则是被阻挡在外 烂卫蓝色的光罩就像是过滤漆一般 将雷霆过滤 让唐三吸收 和海乾坤罩 这是海神三叉戟的部分威能 而此时的三叉戟 已经在唐三掌中 看上去与实体没有丝毫分别 三叉戟虚幻的勾勒出一道道光运 每一道弧线都仿佛循着天地治理 令天地为之震颤 令周围所有的雷霆似乎都受到了那波动的影响 开始悄无声息的震荡起来 万千雷霆不断地破碎 融入 一圈圈圆糊在唐三身边 就像是勾勒出了一个个黑洞似的 不断地吞噬着这些雷霆 而他身上的海神甲咒却是变得越来越明亮 璀璨如星辰 晶晶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完全无法相信 唐三竟然有本事竟然真的凭借自己的力量 来化解这样的雷解 原来 他一直以来都是能够凭借自己力量化解的吗 不 不对 之前他应该不行 应该是在自身提升之后 提前看更新现在才具备这样的能力吧 那神迹是什么 还有他手中的神器 身上的甲咒 这都已经有些超越了晶晶的 认知范畴 虽然现在的他还是神级层次 但此时他所释放出的气息以及自身的那份特殊性 都已经超越了这位水晶大妖黄的认知范畴 这才是他真正的力量吧 或者说是他前世的力量 他终于能够调动前世的力量了 难怪他如此的淡定从容 如此恐怖的雷解 他竟然都能自行抵挡 甚至是继续吸收 来提升自身 但是 晶晶也注意到 唐三的抵挡不是没有代价的 无论是身上的甲咒还是手中的黄金三叉戟 都在渐渐出现了一些裂痕 在雷霆的破灭之力下逐渐的变得运转艰难 可就算是这样 唐三的眼神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依旧是那么的坚定 地狱花园内的光芒渐渐恢复了正常 之前积蓄了那么庞大的雷霆 都在唐三的黄金三叉戟之中被渐渐的化解干净 但是 外界的高空之中 劫云却没有任何散去的迹象 但也没有继续立刻攻击 而是云层翻滚 似乎是在积蓄力量式的 哪怕是微面的怒火 在经过了这么多持续的爆发 并且每一次攻击都要更强的情况下 现在也需要短暂修整 因为只有积蓄出比之前最后一击更强的力量 才有可能将唐三毁灭啊 唐三也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十七次的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 就这么被他硬扛了过去 而他的底牌也是几乎全部掀开了 接下来雷杰还没有停止 要如何才能抵挡 金金看着唐三 此时的他 眼神之中甚至都多了一分崇拜 他完全可以肯定 换了任何存在 哪怕是任何一位皇者在这里 在九阶巅峰度节的时候 也不可能抵挡住这么恐怖的雷杰 哪怕是他或者有着念盘重生之能的不死大妖皇 最多也就是三次雷杰的过程就要泯灭了 但是 眼前这个家伙确实利用着各种能够利用的能力 硬生生的扛住了十七次雷杰啊 如果他能够活下来 那么毫无疑问 未来他必将成为整个法兰星的第一人 哪怕现在他还只是时间巅峰 但在金金眼中 都已经把他要当成皇者来看待了 正因为了解 他才更加明白唐三的实力力有多么强大 唐三深吸口气 稳定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此时的可不只是表面海神铠甲和海神三叉戟出现裂痕 这么简单 这些海神的力量都是借来的 都不是本体在此 都可以说是他的神石引动了超神器的烙印才能出现的 而现在他们出现了裂痕 也就相当于是唐三的神石之海都被批出了裂痕 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节的毁灭特性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时那种创造反面的毁灭 是宇宙之中最本源的毁灭之力 第747章 反川天节 持续的扛下来 虽然一直在淬炼身体 但这份毁灭也在不断的积累 积累到了随时可以爆发要了他小命的程度 差不多了 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 唐三突然扭头 这也是他第一次扭头 而他的目光 就落在了自己身边的晶晶身上 咧嘴一笑 唐三嘴唇嗡动 虽然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在晶晶的神石之中却多出了他的意念 接下来 就靠你了 我 晶晶瞬间瞪大了眼睛 几乎是脱口而出道 不 爸爸 我不行 唐三嘴角抽出了一下 不 你可以 唯等晶晶多说 唐三的双眸之中已是金光迸发 与此同时 晶晶就感觉到自己已经化为一道金芒 落入了唐三掌中 唐三全身上下的甲皱表面 都多了一层水晶一般的光芒 属于水晶大妖黄曾经的气息顿时迸发而出 晶晶作为唐三的九大烙印之一 当唐三渡截的时候 他自然也是跟随着唐三一起完成了渡截 完成了蜕变 重新回到了神级层次 按照水晶大妖黄原本的计划 在完成了渡截之后 他就要凭借自己身后的底蕴开始快速回复 并且尝试着吞噬唐三的身体以及天赋 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并且重新拥有悠久的生命 可现在他却明白 自己是肯定不可能吞噬的了他 他要是真的渡截成功了 能不被他吞噬 他能信守诺言 应该就是自己最好的结局了 现在受到他体内那阴阳二气的覆盖和影响 哪怕只是单纯的从他身上脱离出来 似乎都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连水晶大妖黄自己现在都说不好自己 这时偷鸡不成18米 还是真的被运气降临 现在唐三竟然说让他来抵抗雷杰 他怎能不大惊失色 确实 之前的其他血脉烙印几乎都起到搏作用了 轮也该轮到他了 可是 现在的雷杰能和之前的一样吗 唐三嘴角上翘 手中海神三叉戟重新变得凝实 上面的裂纹进去 他扭头朝着天堂花外看了一眼 看向的是天狐大妖黄所在的方向 就在天狐大妖黄布下的神石防御之中 美公子就在那里 晶晶啊 你看 雷杰没来 那么 我们过去怎么样 不能总是IP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进攻啊 什么 唯等水晶大妖黄反应过来 下一瞬 唐三已是腾空而起 背后一双巨大的金色翅膀舒展开来 横龙便发动 在周身金光缭绕之下 在还有残存毁灭电芒的环绕之中 竟是冲天而起 化为一道金色光芒 直奔空中飞射而去 孔雀便发动 几乎是瞬间 他就已经冲出了地狱花园的范畴 冲出了天湖圣山 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而且此时唐三的速度也是奇快无比 哪怕是外面的众位皇者 此时也都脸色凝重的 在注视着天空中依旧不去的劫云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谁能想到 在这种时候 竟然从天湖圣山之中 那个始作俑者却主动出来了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唐三已化为一道金光 瞬间冲入了高空之中 一头扎入了劫云之内 地狱花园内 看到这一幕的美公子不禁惊呼出声 天湖大妖黄也是目瞪口呆 原本他都有些绝望了 感受着一颗颗幸运莲子被消耗 他的心都在滴血啊 当所有幸运莲子都被消耗干净的时候 他们天湖族的气韵就会下降到最低 他甚至都有可能会跌落大妖黄层面的修为 可是 对方竟然在这个时候走了 虽然幸运莲子还是被消耗了足足一半的数量 但总算还有一半留存下来啊 这些气韵至少能够保得驻天湖族 保得驻祖亭气韵不至于溃散 他就这么走了 渡劫难道成功了 可是 外面劫云的恐怖压迫实际上还在增加啊 扑 唐三的身形 几乎是瞬间就冲入了劫云之中 更是在孤注一掷的强大神迹带动下 硬生生的穿出了劫云的范畴 哪怕是天节 也意料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冲出劫云范畴的一瞬间 唐三的身体就像是黑洞开启 疯狂的吸收着空气中原本被雷劫驱散的所有属性元素 刹那间 金色的本体周围五彩斑斓 而杰云也迅速涌动 直奔他的身体席卷而来 唐三没有停顿 背后彭龙变双翼全力拍动 将金彭变那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威能完全发挥出来 犹如一道金色流光一般直奔高空而去 背后的杰云也是迅速席卷 带着万千雷霆 向他的身体席卷而来 但此时唐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将自身所有能够施加在速度上的能力全部施加在自己身上 凭借着无漏金身的强大身体强度 根本不在乎速度带来的冲击 几乎是转瞬之间 他就已经冲到了数千米的高空 背后杰云紧追不舍 唐三嘴角处的笑容却是在逐渐的扩大 口中发出一声畅快的长笑 仿佛是要将来到这个位面之后所有的郁闷全部宣泄出来似的 晶晶目瞪口呆的感受着唐三此时的变化 他竟然冲出来了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在这一刻 九大雪脉烙印的加持之下 他的速度就算是比之皇者也应该是不皇多让了 晶晶此时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唐三和那些皇者是不同的 皇者们为了守护祖庭 是不能够轻易离开的 只能想办法去化解雷劫 但唐三不同 他虽然是在渡劫 但祖庭的存亡和他没什么关系 他是可以跑的啊 只不过一般情况下 谁在渡劫的时候能够冲出劫云就这么跑了 而唐三经过了17轮雷劫的洗礼 理论上来说 早就不知道算是渡劫成功多少次了 他就这么跑了 雷劫在后面追 这样的奇异景象着实是超出想象 可一切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而事实上 唐三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彻底度过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劫 也没有人能够度过这种不死不休的天劫 但是 打不过 我还不能跑吗 现在他渡劫的目的已经成功了 没错 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劫确实是无穷无尽的 但这无穷无尽指的是在卫面上 也就是说 在法兰星上无穷无尽 但如果超出法兰星的范畴呢 雷劫的力量从何而来 有一部分的宇宙法则 但根本力量还是来源于卫面啊 一旦雷劫脱离了卫面 没有了卫面的能量支持 这雷劫还能存在吗 所以 从一开始 唐三就已经有了计划 硬拼不了 那咱们还跑不了吗 当他的飞行高度超过五千米的时候 空气中的温度已经在飞速下降 但这些都无法影响到唐三 时时控制着自己的九大烙印 不断吸收着空气中的各种元素补充自身 此时他的状态不要太好 正所谓海阔平逾月 天高润鸟飞 冲出雷劫的那一瞬 他就知道 自己已经成功了 第748章跟天劫谈谈 整个渡劫的过程全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他之前就已经多次尝试了九天十地大破灭燕神劫的强度 所以 计划也都是按照这个强度来制定的 唐三不知道思考了多少次 推演了多少次整个过程 唯有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全部利用起来 才能真正的渡劫成功吗 背后的劫云开始渐渐的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 能量开始下滑了 距离未面越远 雷劫的微能也就越是微弱 唐三甚至能够感觉到劫云之中包含着的那份愤怒 伴随着能量的下滑而不断的提升 可是 愤怒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只有他自己的情况下 已经渡劫之后的他 已经跨入了神级 虽然距离曾经的神王修为还是天差地远 但是 凭借着九大烙印 加上他的神王知识 哪怕是短距离的横跨宇宙 他也是能够做到的 当然 会很艰难 但也不是不能生存下来 只要不回到法兰心未面 雷劫就再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但是 唐三当然不能走 此时的脱离 只是为了拥有谈判的资格 穿过层层云朵 渐渐的 周围的空气变得越发的稀薄了 空气中的温度也是骤降 从万米高空俯瞰大地 已经无法再看清祖庭的存在 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渺小 法兰心仿佛被一层白色的光蕴包覆着 而头顶上空 则是漫天星光 这一幕奇景 对于水晶大妖皇来说不算什么 作为曾经的最强皇者 他也曾经飞到过这个高度 到了这个时候 他哪还能不明白唐三是要做什么呢 他这是要摆脱雷杰的束缚啊 那瞬间的穿透 孤注一致的冲出了雷杰的范畴时 他就已经成功了水晶大妖皇内心的敬佩 更是大幅度的提升着 这个男人 真的是能人所不能啊 他真的是自己难以理解的存在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竟是停止了飞行 打开微信关注了阿姐学堂公众号 看起了更新 反而是就那么悬浮在了高空之上 转身看向下方追来的杰云 到了万米高空 那奔涌而上的金色杰云 足足比之前小一半还多 但杰云看上去却依旧凝实 毫不犹豫的就朝着唐三席卷而来 唐三身上荧光一闪 瞬间就再次拔高了千米 不在地面上 不在雷杰的压迫之下 他空间传送自然能够任意施展 有着时空之塔这件神器的辅助 唐三阿能够第一时间在斗罗外传公众号 看到最新的内容 在传送这方面 就算是美公子也无法和他相比 唐三神时波动 催动水晶便烙印 让水晶大妖黄的气息扩散开来 然后将一个意念丢给了那继续追来的杰云 水晶大妖黄感觉到的是 这个意念是对那杰云说道 不如我们谈谈 杰云略微停顿了一下 却还是向唐三席卷而来 荧光在闪 唐三再次拔高千米 然后又是一个意念传递了过去 别给脸不要脸啊 水晶大妖黄心头抽搐 这是在和威面谈判吗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 这一次 那杰云竟然真的停顿了下来 与唐三距离千米对质着 这也行 水晶大妖黄再次有些目瞪口呆 唐三悬浮在半空之中 手持海神三叉戟 冷冷的道 你追不上我的 我执意想走 只要脱离了星球的范畴 冲出大气层 你就毫无办法了 依我现在的能力 已经可以在太空之中生存 凭借着我手中的时空导标 我完全可以找到另一个适合生存的位面 但是 如果这样的话 等我恢复了前世的修为 我在回来的时候 那么 带给这个位面的 就一定是毁灭 听了唐三的神识传训 杰云突然剧烈的涌动起来 似乎又要再冲上来 显然是愤怒了 唐三淡然道 你觉得我不行 毁灭不了你这法兰星 笑话 作为曾经的一代神王 如果我恢复了修为之后 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那我也不用混了 更何况 我是神界之主 我能够调动的是神界的力量 只要我凭借时空道标返回到我曾经的神界去 我再来的时候 就不是一位神王了 而是十几位 你认为凭借你这小小卫面就能抵挡的了吗 作为卫面之主 你应该能够感受到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 这是神识的留存 点 奔永杰云智了智 竟是真的没有再冲上来 水晶大妖黄是感受不到对方有什么意念传递的 但唐三似乎却就是能够感受到 他之所以要借用水晶大妖黄的气息 那是因为水晶大妖黄曾经是这个卫面的最强者 这样的存在与卫面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最亲近的 没有卫面的认可 他也不可能变得这么强大 并且活了这么悠久的岁月 唐三淡淡的道不如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既然现在的情况已经这样了 已经超出了你的控制 那么何苦非要将我灭杀呢 我刚刚送你的见面里可还满意 听了这句话 那奔腾汹涌的结余明显变得平缓几分 九枚幸运莲子之中包含的纯粹幸运气息 对于卫面的反补是极大的 这可是天狐足近千年来想方设法凝聚的气韵 此时全都回归了卫面 对于整个法兰星的整体调整帮助巨大 当然 如果是全部18枚莲子都回归 那就只能去微信搜索阿姐学堂公众号了 毕竟那里更新最快 那对于法兰星来说 就是重回正轨 对卫面更好 你是想问为什么不都给你 因为不适合都给你啊 虽然妖精大陆现在凝聚气韵 并且处于最强对于卫面影响不小 但是如果一下剥夺了所有气韵 妖精大陆必定会出现大问题 从而生灵涂炭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唐三梅说的是 他之所以不能现在就彻底破坏妖怪族和金怪族的气韵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人类与妖怪族 金怪族之间的关系还是太过密切 更多的人类都是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 一旦妖精大陆大乱 那么弱小的人类守当其冲 就会成为炮灰甚至是食物 所以他当然愿意削弱妖精大陆的气韵 但却不能现在就将妖精大陆给毁了 现在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了吧 唐三微笑着说道 结云渐渐平和了下来 本身却不断向内压缩 体积变小 都能能量不动却变得越发强烈了 唐三淡然道 你也不用这样 我知道 你现在在凝聚力量 甚至有可能突然爆起 将我毁灭 但这对你来说 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甚至很可能是有坏处的 因为我只要活着离开 就一定会来报仇 点 我知道 你不愿意我这样的外来者 在你的位面成为神级 因为未来我将更不可控 甚至是重新回到神王的层次 从而大量的冲离你这个 未面的能量 乃至于破坏未面 那么 我现在可以在你面前 以我的神奇启示 首先 未来如果我要成就神王的时候 一定会离开法兰星 回归我原本的未面去 其次 我绝不会凭借神王的力量 来伤害和破坏你这未面的本源 这样 你总可以不用担心了吧 第749章天节 散了 什么 你问对你有什么好处 好处当然有 不得不说 法兰星是我所见过的资源最为充沛的星球和未面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黄者 让整个未面如此的繁荣 只不过这些黄者因为数量众多 也让你这里变得有些不可控了 从而有些伟大不掉 以至于他们都开始去主动影响未面 从而造成未面不平衡 但是 作为未面之主来说 你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呢 这一点所有未面想要的应该都是一样的 成为神界 对不对 而受到宇宙法则的限制 一个未面想要成就神界实在是太难了 哪怕是你这样资源丰富的星球也是一样 也正因为你的底蕴深厚 想要成为神界就更是难上加难 而这方面 却正是我所擅长的 我所在的神界 是由多个神界融合在一起所组成的 现在已经到了五维神界的程度 去触摸六维空间的门槛了 哪怕在整个宇宙之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作为未面之主 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四维空间 就可以被称之为神界 五维空间就是非常强大的神界存在了 但也更容易被宇宙法则所影响 作为这样神界的神王 我很清楚未面进化成为神界需要什么 而在这方面 我也愿意帮助你 你需要的 是真正能够引导未面平衡 并且最终帮助未面进化的存在 而这样的存在 只是凭借你自己培养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未面进化的难度毕竟太大了 其实 对于法兰星我也很感兴趣 而且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 只不过现在这个计划不能说出来 因为一旦被宇宙法则感应到 那么就有可能将一切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请假相信 我以自己的神职之位发誓 我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助你成为神界的 并且未来与你展开合作 从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宇宙之中不死不灭的存在 依你的位格 一旦成为神界 很可能就能超越四维空间的范畴 直接成为五维神界 从而掌控众多星球未面 我愿意向你承诺 这就去微信关注阿姐学堂公众号 当我回归我曾经的世界之后 我可以让我的一名后代直接降临在你的未面之上 在你这未面成长 并且最终带领法兰星成就神界 这算是给你的回馈和好处了吧 我已经是神王 你会因此而不放心 但如果是一个真正依托于你这未面成长起来的存在 又有着我留下的神性 未来他就是法兰星神界的引导者 这就不会有问题了吧 而因为血缘关系 我也会更加对法兰星支持 我希望 未来的是我们神界彼此之间能够相互联通 守望相助 你作为法兰星未面之主 以法兰星的位格 你应该明白对于未面来说 最可怕的是什么 绝不是其他神界 而是那位的意志 一边说着 唐三抬手指指天空 节云涌动 似乎是问了什么 唐三沉默了一下 然后朝着节云的方向认真的点了点头 在得到了他肯定的答复之后 节云似乎是凝制了下来 足足伴赏之后 那始终带给唐三生死威胁的金色节云突然溃散 蛮为大片的金色光雾朝着下方法兰星覆盖而去 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结 散了 直到这一幕出现 唐三才算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脸上也随之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金王闪烁 金金的胶躯从唐三身上分离出来 此时的他 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大女孩模样 十二三岁的样子 他最后再问什么 金金好奇的问道 唐三摇摇头 道不可说不可说 未来你会知道的 前提是能够返回我曾经的世界去 金金皱了皱眉 但脸上还是很快浮现出了笑容 成功了真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成功了 不知道天狐那家伙知道的话 会有怎样的反应 唐三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微笑道 从现在开始 我命由我不由天 金吗 金金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那现在你是选择一直跟随着我 伴随着我的成长而成长 还是脱离而去 如果你现在选择脱离 选择重新做回你的水晶大腰黄 也没问题 我们就当从未有过联系 相信你回去之后 以你的能力 用不了多少年也能恢复曾经的修为 甚至有有果知 你是龙族之主 天狐也不可能把你如何 不回去了 就跟着你吧 你可是能够和整个微面谈判的存在 我有预感 跟着你 我能经历到许多以前经历不到的东西 看到不同层次的存在 也真的有可能跟随着你不死不灭呢 所以 爸爸 以后我可就是你的亲女儿了 你可要对我好哦 唐三嘴角抽搐了一下 有些无奈的道 你这怎么还赖上我了呢 你现在脱离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可以把你的力量全部还给你 那可不行 你现在就算是赶我 我也不走了呢 西西 说完这句话 水晶大腰黄已经重新化为一道筋芒 瞬间就融入到唐三的身体之中 直接隐没了自己的气息 唐三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也随之长出口气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筹备 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艰难险阻 自己终于重回神级了 正如他自己刚才所说的那样 从这一刻开始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个未面 再没有什么能够压制自己重回神王的东西了 需要的只是时间和积累而已 背后双一拍动 唐三化为道金光 朝着远方滑翔而去 身躯在半空之中 荧光闪烁 就那么突兀的消失了 就在它消失后不到十秒钟 竖道身影闪烁而来 来到了之前唐三消失的地方 他们全都凝神感受着空气中散发着的气息 一个个都是脸色怪异 天阳天金黄看向身边的不死大妖皇 劫云就那么溃散了 那个家伙死了 劫云肯定是散了 但那个家伙究竟是死了 还是脱离了这一方世界却不好说 那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啊 真的是奇怪 这么强大的雷劫 最终却好像并没有对祖庭产生什么破坏 哪怕是对于他们这些皇者来说 今天的经历也依旧是充满了奇异的色彩 他们也都不太明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看来 一切似乎是已经结束了 走吧 先回去再说 众位皇者的神识已经横扫了极其广袤的空间 却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也只能选择回归 祖庭 此时的祖庭 气氛是有些怪异的 但随着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节的消失 祖庭内的各族生灵也才重新恢复了自由活动的能力 可之前那恐怖威压带来的强烈恐惧 却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消散的了 但他们却无不济若寒蝉 甚至连打听都不敢 在他们看来 化解这突如其来莫名危机的自然是那是几位皇者的联手 能够引动所有皇者共同出手的大事 哪里是他们这些小人物能够获知的 第750章天节也能贿赂 天狐圣山明显矮了一劫 足足三分之一的体积消失了 此时此刻天狐大妖皇已经重新回到了天狐圣山山顶之上 他的脸色十分难看 甚至是有些苍白的 但在眼底深处也带着那么一丝庆幸 美公子就跟随在天狐大妖皇身边 此时的他内心其实是无比焦急的 因为他也不知道此时唐三的确切情况究竟是怎么样了 但有一点他能肯定的是唐三肯定还活着 而此时节云已经散去了 那么唐三这算是杜劫成功了 他真的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唐三的身边去看看他的情况 之所以能够肯定唐三现在还活着 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修罗神剑这条纽带的联系 唐三能够通过修罗神剑感应到美公子的状况 美公子自然也能够通过修罗神剑感应到唐三的气息还是存在着的 这也是为什么唐三放心让美公子留在天狐大妖皇身边的原因 之前破开时空之塔空间折叠这方面 美公子可是立了功的 有了这份功劳存在 再加上堵截的整个过程显现出的只有一个水晶大妖皇 看上去和美公子没有任何关系 这让天狐大妖皇也不可能联想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更何况还有白虎大妖皇和金凤大妖皇虎视眈眈的关注着呢 这个时候对于皇者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讨论刚刚的情况究竟如何 最需要被询问的就是天狐大妖皇了 现在谁还顾得上美公子数值这点小事 一道道身影从天而降 纷纷的落在了天狐大妖皇的天狐圣山之上 无不目光明众 众位皇者此时的心情虽然各有不同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 那就是危机感 刚刚那恐怖的天结 着实是将他们都吓到了 虽然在这种天结面前 身为皇者的他们自保还是能够做到的 但他们却都能感觉到 这天结应该针对的是那种修为还不到神级 是为了杜结而来的天结啊 天结之中的毁灭之力甚至能够伤害到他们这些皇者的本源 这一切就太可怕了 而这样力量针对的却是天狐圣山 要说那杜结者和天狐大妖皇没关系 谁能相信 眼看着众位皇者们降临 美公子立刻悄无声息的来到了白虎大妖皇身边 白虎大妖皇看了他一眼 微微汗手 示意他就在自己背后 美公子微微松口气 并且悄悄的去微信搜索了阿姐学堂公众号看了一绘书 更新是真的快 此时此刻 一切过去 他内心之中的担忧和交集也随之渐渐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异样感 一直以来 他都将唐三当作百科全书来看待 唐三已经带给了他太多的奇异和新奇 可是 今天却又一次的颠覆了他的认知 就是这个男人 居然将使几位皇者玩弄于鼓掌之上 并且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 就那么强行渡劫成功 而且渡劫之后还随之远钝 不留下一丝云彩 这简直可以用神迹来形容阿 感受着众位皇者或是冰冷 或是质疑 或是凝重的眼神 天狐大妖皇的眼神也是极为复杂 毫无疑问 这次对于其他皇者来说 影响的就是雷劫对他们本源的伤害 但哪怕是对本源的削弱 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能够修炼回来 可是 对于天狐族来说 却是近千年凝聚的幸运就这么灰飞烟灭 重新回归未灭了阿 这损失之大 简直难以形容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说吧 天阳天金皇陈生说道 论修为 在场众位皇者之中 就属他和不死大妖皇最为强大 天狐大妖皇苦涩的道 如果我说我也不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 估计你们也不信 我将我可以确定的情况告诉你们吧 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不说出一些东西来 就算他是皇者也过不了关 毕竟 这关系到整个祖庭的安危 众位应该都知道 我族长气韵 一直以来 都在为了祖庭而凝聚气韵 从而负责整个妖精大陆 负责到天与帝国和日臣帝国每一个种族 天狐圣山 就是我族凝聚而成的气韵核心 坐镇祖庭 这才让多年以来我们两族蒸蒸日上 成为了整个星球的主宰 妖精大陆之为了能够凝聚气韵 我族也一直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任何一个未面 气韵都是两面的 有幸运就一定有厄运 既然幸运更多的都降临在了我们妖精大陆上 那么作为反面的厄运呢 那些厄运一部分就扩散在了整个星球的其他地方 所以相比于我们两族的幸运而言 对于其他种族来说 更多的面临的是厄运的洗礼 但是也不能把所有的厄运全部扩散到外界 那样的话 我们的幸运也就无法凝聚 也会溃散 所以我们保留了一部分厄运 就封印在天狐圣山之下 从而吸引幸运 为了不让这些厄运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天狐族就控制了一个小卫面 对其进行了隔绝 这个小卫面就是众位熟知的地狱花园 第一天金黄醋梅道 这些都是在祖庭历史上有记载 我们当然都清楚 我们问的是 刚刚发生的 是什么情况 天狐大妖黄点了点头 道 我说这些 是这次事情的前提 地狱花园为了封禁厄运 定期是需要祭品的 所以才有了祖庭大斗兽场的生死团战设置在其中 这次 应该是有别有用心者 利用了祖庭大斗兽场的生死团战潜入了地狱花园之中 在地狱花园之中强行渡截 之所以引来如此强大的雷劫 那是因为 这个渡截者应该是融合了超级血脉 听到了超级血脉这几个字 在场的众位黄者都不禁脸色一变 身为黄者 他们当然知道超级血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超脱于这个位面之上的存在 在这一刻 他们也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的天结会如此恐怖和暴虐 这就是为了摧毁超级血脉而出现的啊 原本针对于天狐大妖黄的脸色 顿时放松了一些 天阳天金黄沈声道 可知道凝聚的是什么超级血脉 天狐大妖黄脸色凝重的道 我只能感应到一个大概 其中有很多复杂的血脉变化 这个在渡截的存在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 有多重血脉气息出现 这些血脉气息有可能是他自身拥有的 也有可能是专门为了渡截用特殊的办法凝聚而来的 我能感应到的 就包括时间空间 不死狂暴等多种属性 不死大妖黄双眼微眯 还有我族的不死特性 天狐大妖黄肯定的道 是有的 之前在渡截的时候 他就曾经动用过涅槃重生的能力 否则早就在雷劫之中泯灭了 不死大妖黄有些不可思议的道 可就算是我族的力量 在本身都不是神级的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扛得住那么多雷劫 天狐大妖黄听他这么一说 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 痛心疾首的道 这就是他选择低于花园的原因了 他借助了我族多年以来为祖庭凝聚的气韵之力 当天劫降临的时候 借助我族气韵 让气韵溃散 回馈未免 从而相当于是贿赂了雷劫 让雷劫缓慢的冲击 这才能抗得过去 什么天劫还能贿赂 白虎大妖黄目瞪口呆的说道 这才能抗得到 这才能抗得到